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规定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陈秋发主持会议 省政府召开 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会议 唐一军主持会议 唐一军到复兴市张武县 就草原生态建设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调研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 持续关注辽宁高质量发展 中国传播重工集团公司第760研究所 黄群 宋岳才 江开斌 大连海市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辅导员 曲建武等4人被评为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 我省深入推进全省学雷锋支援服务 制度化 常态化 不断丰富拓展新时代学雷锋支援服务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今天的视线我们来关注这一话题 我省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零零防御工作 确保有备无患 安全度讯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9月6号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学习贯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规定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审议了关于充分利用农村改革成果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意见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要充分认识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重大意义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组织学习 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突出政治性 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要注重精准性 防止问责不利 犯化简单化 要强化时效性 做到严管厚爱 激励担当作为 要层层压实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要负起主体责任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扛起监督专责 党的工作机关要立足本职 敢于问责 善于问责 推动条例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 要提高政治站位 严格按照党中央要求 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全面抓好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组织学习 领会核心要义 要聚焦主要任务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按照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农业强省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做好重点工作 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强化责任担当 加强督察考核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全省农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会议指出 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要求上来 紧密结合实际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跟踪调度 推动责任落实问题解决 会议指出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 充分利用农村改革成果 深入落实各项政策 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报道 9月6号 省政府召开 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会议 总结前一阶段工作 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抓招商上项目 稳投资增后劲 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唐一军指出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多挫并举多管齐下 扩大有效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 取得较好成效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 又要正式存在问题 着力攻击克难 坚决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唐一军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 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 集中精力狠抓招商引资 努力推动经济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一要聚焦聚力狠抓项目建设 进一步加大力度抓大项目抓好项目 不断提高落地率 开工率和打产率 二要动真碰硬 全力扩大投资 千方百计加大力度 加快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 重大项目建设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扩大既改和新兴产业投资 逐力扩大外商投资 打造辽宁经济的新引擎新动能 三要苦干实干 确保工作落实 各地各部门要真重视 真狠抓 真落实 量化目标 细化措施 扭住不放 大力弘扬 斗争精神 以实时好 处处好 人人好 世事好的发展环境 吸引企业 吸引项目 吸引投资 四要见底见效 坚决完成任务 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 突出绩效导向 狠抓督察考核 深化跟踪落实 以思想解放 破解发展难题 以真抓实干 推进振兴发展 以优异成绩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省领导陈向群 陈绿平 崔丰林出席会议 并就下部工作提出要求 有关部门和部分事 做交流发言 本台报道 9月5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 唐一军到复兴市张武县 就草原生态建设 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调研 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科学规划 分布实施 有力有序 扎实推进草原 生态修复工作 努力走好走实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张武地区曾经牛羊生息 水草茂盛盛 但由于多年过度开发 让这里脆弱敏感的生态系统负重超载 去年8月 唐一军在调研时 要求当地加快推进退耕环草 着力打造辽西北生态屏障 今年以来 张武县启动了草原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调研中 唐一军来到后新秋镇 西旧府村和大德乡黄花殿子村 详细了解退耕环草和沙化治理情况 他指出 张武最大的优势在绿色生态 最大的责任在保护治理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突出位置 坚持山水林田胡草沙综合治理 积极发展绿色产业 实现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唐一军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更大的决心更实地举措 有力有效地推进草原生态建设工作 一要巩固成果有序发展 继续抓好退耕环草等工作 二要建管结合统筹协调 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管户 手牢生态底线 完善长效机制 三要保护优先 综合利用 引用市场机制 运用改革办法 积极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使保护与开发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四要以人为本 坚持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 努力实现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空气常新 百姓富裕 调研期间 唐一军不打招呼 直奔张古台镇 洪峰村 专程回访了他曾经走访过的 贫困户 王秀云 孙庆龙 时隔一年 当看到两家人 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 生活条件有改善 收入水平有提高 唐一军十分欣慰 他叮嘱当地干部 要紧扣脱贫攻坚目标 确保年内完成任务 本台报道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在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 持续关注辽宁高质量发展 9月6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辽宁改出发展加速度 文章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辽宁签注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持续推进改革创新 激发了高质量发展动力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299户僵尸企业得到有效处置 从制造到制造 众多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活力倍增 优化营商环境100个高频事项 实现最多跑一次 辽宁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 阔步前行 新华社在迈向新生 看老工业基地辽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文章中说 从老树新知到无中生有 辽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紧紧抓住了创新 在辽宁走出去 已经成为企业界较为普遍的共识 从新领域的开拓 到新地域的引擎的塑造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辽宁的背后是一股干事创业的新劲头 9月6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 播发报道 打开资本闯关东的大门 报道说 辽宁营商环境悄然转变 不仅大块头的企业 可以享受政府管家式服务 中小企业也可以有保姆式服务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黑土地再次成为投资热土 此外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中国日报 科技日报 中国青年报 工人日报 中国新闻社等中央媒体 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 也纷纷看发报道 继续关注辽宁 报道指出 作为最早开放的沿海首分之一 辽宁正在不断延伸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面对体制机制转型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辽宁不等不靠 不畏艰难 负重前行 为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奋斗着 东北振兴离不开科技赋能 老工业基地辽宁正在奏响创新引致的最强音 9月5号播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新闻联播栏目 继续关注辽宁高质量发展 推出报道 辽宁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投资北上 报道说 东北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辽宁也不例外 十八大以来 辽宁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为老工业基地振兴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沈阳华晨宝马铁锡工厂里 这条七公里长 与全国铁路网相连的专用线 一派繁忙 刚刚下线的新车 正在发往全国各地 就用了20天 就完成了整个宝马铁路专用线 相当复杂的一个审批 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施工图 和前期的建设准备工作 这条为企业专门配套的铁路线 从规划到施工 可以说是一路绿灯 通车后 华晨宝马78%的整车 都实现了铁路配送 极大节约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华晨宝马的铁锡工厂 占地面积有200多万平方米 从建设到投产 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政府免费给企业 进行了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配套 目前沈阳市宝马在海外 最大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 去年宝马新增30亿欧元 用于生产基地的改扩建 为企业做好配套 还要为企业当好管家 眼前这个占地 57万平方米的养生项目 通过模拟审批 承诺制审批 容缺受理等一系列新模式 原本六个月才能拿到的 施工许可证 缩短到了一个 让企业出乎意料的时间 我们从我们土地取得 到我们拿到预事工许可 仅仅用了四天的时间 项目单位来承诺 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容缺办理的这个 相关的要件给补充完整 现在的沈府新区 注册完成企业 从一天缩短到了20分钟 截至8月底 这个我们今年以来 我们新增注册企业 1460亿用 同比增长了216% 今年上半年 辽宁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1% 民间投资呈上升趋势 民营经济的投资 已经占到我们全省 投资的70%以上 从这个角度上说明 民间投资已经成为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的一个主导的力量 9月5号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和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我省推荐的候选人中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760研究所 黄群 宋岳才 江开斌 大连海市大学公共管理 与人文学院辅导员 曲建武或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刘娟等8人 备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近年来 我省各地紧紧围绕 举旗帜 聚民心 欲新人 新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着力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涌现出一批事迹突出 品德高尚 群众认可度高 示范引领作用大的先进人物 全国道德模范 由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门联合评选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自2007年启动 每两年评选一次 目前我省共有郭明毅 罗阳 江炎等15人当选 55人获提名奖 本台报道 一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普顺市雷锋纪念馆时强调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 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 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 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一年来 我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深入推进全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 不断丰富拓展 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今天的视线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 下面把时间交给管序 好的 辽宁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 是当代雷锋郭明毅的家乡 以雷锋和郭明毅为榜样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奉献社会帮助他人的志愿者 人数众多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看铁领县的志愿服务情况 一大早 铁领县菜牛镇雷锋超市里 就挤满了钱来领取生活用品的贫困户 政府给的爱心卡 可以到雷锋超市半价消费 并且还有衣服鞋帽子 以及书本和书包 都是爱心也是捐用的 所以是我有很大的帮助 占地100余平米的雷锋超市 整齐地摆放着大米 豆油 衣服 鞋子等20余种生活用品 雷锋超市内的爱心术 格外引人注目 它用于收集贫困户的微信院 爱心人士看到 就会帮助贫困户完成微信院 也包括我的微信圈里边的 爱心人士们和我一起 然后帮大家完成这个训愿 希望借着咱们雷锋超市这个平台 把这爱心传递下去 发扬光大 据了解 铁岭县菜牛镇 有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8支 共计2335名志愿者 通过雷锋超市 为全镇1400多名贫困户提供服务 同时也为志愿服务开展扶贫帮困 提供了一条方便快捷的爱心通道 下一步 菜牛镇将加大志愿者招募力度 推出线上网络距离 线下爱心传递的新模式 让学雷锋志愿服务 成为我镇一张亮丽的名片 截至2019年8月底 辽宁省志愿者总数达到500余万人 比2013年增长了51.5% 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工作中 各地深感制度保障的重要性 健全机制完善政策 是深化志愿服务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先后出台了 辅顺市学雷锋志愿者条例 辅顺市过安爱道德模范实施意见 以及辅顺市的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等等一系列工作 为我们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 人身意外保险 为志愿者提供各种服务平台 让在全市形成一种向上 向善的这种好的氛围 全省各地志愿服务组织 精心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 让志愿服务紧跟时代步伐 贴近百姓需求 覆盖全社会 是各地各部门在实践中达成的共识 从顶层把这个志愿服务之间工作抓起来 家乡镇地建设 这家乡典型的培育 通过这些活动 把全市的志愿服务活动抓了起来 我们先后成立了文艺志愿服务中心 文艺战者协会 组织全省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 深入基层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让志愿精神持续闪光 不能仅靠人们自发的善念和善举 而应该依靠各方合理和制度保障 我们坚信 以实现志愿组织专业化破提于前 用一系列细致有效的制度设计成提于后 就一定能发挥好志愿服务领域宽 渠道广的特殊优势 不断开辟千树繁花 千帆进度的新时代志愿服务新格局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9月4号 辽宁省高职院校扩招工作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 教育部下达2019年我省高职扩招计划50,600人 招生面向普通高中阶段毕业生 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人群进行补报 扩招院校为省内50所优质高职院校 含独立设置高职专科院校和举办专科教育的民办本科高校 优先在装备制造 石油化工 新能源汽车技术 现代服务 作物生产技术等专业安排扩招计划 根据工作安排 定于10月9号至10月24号开展下一阶段补报名工作 并对报名声援身份进行审核认定 于11月底组织开展第二次高职扩招的考试工作 确保符合学校基本培养要求 有就读意愿的考生能够顺利被录取 本台报道 9月6号 我省召开今年第13号台风零零防御工作视频会议 研判分析第13号台风发展趋势 安排部署防台防训工作 全力确保我省安全渡讯 受第13号台风零零影响 预计9月7号至8号 我省东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50至200毫米 这在我省同期防训历史上是少见的 尤其在当前学生返校 景区旅游 渔民出海捕鱼 给各地防训和人员避险工作带来困难 灾害防御安全风险较大 同时 由于前期洪水影响 部分水库接近汛县水位 部分地区防洪设施出现损毁 全省的防台防训压力很大 会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立足防大训 抗大灾 抢大险 时刻紧绷安全度训这根弦 从最不利情况出发 按最坏结果打算 做最充分的防御准备 会议强调要加强预测预报预警 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和雨情汛情 要重点做好山洪泥石流易发区 地质灾害隐患区 水库及尾矿库下游 中小河流沿岸 低洼易烙区 危救棚户区等危险区域的监控巡查工作 提前发布防灾避险信息 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各级党委政府要继续坚持防御第九号台风 取得的经验和做法 全力做好防台防训各项工作 本台报道 省政府新闻办9月6号召开第四场 叫响辽宁品牌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出版集团 省文化演艺集团分别介绍了 我省培育和塑造辽宁文化品牌的有关情况 目前全省现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地 12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众多文化宝贵财富 这些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交相辉映 形成了现已记录在册的12个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400余家A级景区等文化旅游品牌 下一步 我省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 推动文化和旅游事业转型升级 同时 省委省政府专门设立2亿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并制定2019年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工作方案 加强四季旅游等品牌宣传推荐 辽宁出版集团2015年以来 以精品出版工程战略为引领 重点打造主题出版和获奖书品牌 并围绕时政社科 国学文化等12条重点产品线 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号召力影响力的产品线品牌 畅销书品牌 未来 辽宁出版集团将继续深入挖掘大IP资源 打造全媒体运营具有现代科技含量的文化品牌 不断丰富文化业态 提升文创平台的品牌辐射力 省文化演艺集团将结合文艺创作演出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 文艺创作与研究等相关职能 从队伍阵地活动产品等多角度 培育集团品牌形象 推动集团文化品牌享誉全国 本台报道 9月6号 2019国际产学沿用合作会议在沈阳举行 会议围绕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全面对接东北教育发展 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9月4号 辽宁省石化产业发展规划建议 2019至2035专家研讨会在俯顺举行 来自全国石化领域的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 围绕我省石化产业发展方向 发展模式 空间布局 政策支持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 并进行深入研讨 本台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